目前记者所在位置就是大巨蛋在7号入口附近的地下三层楼 可以看到在整个三层楼的电扶梯旁边有大小十几个水桶都是在接水 疑似就是因为昨天这个台风过后大雨下完换室内下起了小雨 而这些水桶里面都还有水是冒出滴滴答答的声音 而不止如此其实在这个手扶梯的部分也是可以听到有一些异常的声响 也让人很担心说接下来大巨蛋将要在明天举办这个国庆晚会的部分 是不是会让这边入场的贵宾都感受到有点奇怪 就是担心大巨蛋硬体设备的部分 而其实呢今天台北上讲完早上也到立法院去出席了一个记者会 主要就是针对大巨蛋国庆晚会上面的一些不答以及相关事项 只是呢他们是一直强调说10月4号也就是今天 就是大巨蛋在举办国庆晚会主体的部分 漏水严重区要改善daylight就在于今天 只是现在外头附近这些硬体设施也疑似出现了问题 是否会影响这个国庆晚会对外的观感也让人质疑 非常好 谢谢 谢谢大家